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谈事件 对于喜欢吃鱼的朋友来说 如果离家不远的湖中有数不清的鱼儿 那简直就是大自然的恩赐 他们肯定一有时间就去捕鱼 但是在西藏杨卓雍错湖中的鱼多达8亿公斤 随手都能唠叨 却偏偏无人问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因为湖中的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杨卓雍错湖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 如果夏天有机会去旅行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的鱼好像触手可及 因为所有鱼儿都会聚集在岸边朴实和产卵 而且这里的鱼跟普通的鱼儿不太一样 它们大多数都是高原罗里 跟普通鱼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鳞片 而且怀应适应能力特别强 不管是淡水还是盐水都可以正常生存 唯一的缺点就是生长速度非常慢 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长一斤 但是肉质鲜嫩 只是让人想不通的是 近半个世纪以来 几乎从来没有人到这里捕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要说一下当地文化和当地人的信仰 藏民不主张杀生 他们觉得鱼儿很有灵性 而杨卓雍错湖是西藏人眼中的圣湖 如果过度捕捞将会触犯圣灵 再就是受到宗教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 这里地位地下的人一般会使用水藏法 死后遗体会被直接抛入水中 被湖中的鱼儿分食 所以在当地人看来 如果吃湖里的鱼就相当于 间接吃了自己的亲人血肉 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是 现在西藏地区已经是我国最大型的天然生态保护区 所以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 都不会来这里捕捞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